电剧人OP已经公开 主题曲由米金玄师演唱 分镜演出由山下轻舞负责 里面隐藏了很多彩蛋和细节 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 OP开头画面的背景 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 为淡定神曲恶魔片绘制的插画 然后马奇马带领电刺 Chill和帕瓦登场 这个场景致敬昆丁指导的犯罪电影 《落水狗》 藤本树说过 公安的服装就是来自这部影片 接下来的画面都是电影致敬 电刺抱着波奇塔的场景 致敬电影德州电剧杀人狂 电剧人的灵感就是出自于此 岸边持枪的场景 致敬昆丁指导的犯罪电影《低俗小说》 电刺和刀之恶魔跳入井中的场景 致敬恐怖电影《真子大战家椰子》 在漫画第四卷 藤本树表示非常喜欢这部影片 暴力魔人脱鞋的场景 致敬西部电影《老无所依》 早川丘和电刺开车的场景 致敬昆丁指导的犯罪电影《好莱坞往事》 对魔斯克开会的场景 致敬恐怖电影《杀人番茄》 墙上还挂着番茄恶魔的照片 电刺受到惊吓的场景 致敬恐怖电影《女幽灵》 天使恶魔坐在楼梯的场景 致敬恐怖电影《易事浮身》 早川丘和鸡也堆逝的场景 致敬惊悚电影《康斯坦丁》 画面来到电影院 马其马将放入口中的爆米花 未给的电刺 帕瓦趁小小红上厕所的间隙 抢占了他的座位 镜头切换到保龄球馆 这个场景致敬科恩兄弟 指导的喜剧犯罪电影 《谋杀绿脚指》 帕瓦的灵感 就是初次藤本树 在这部影片里面 最喜欢的角色乌尔特 随后身穿泳装的帕瓦登场 可以明显看到胸殿 出现的字体和雷神4的logo非常相似 后面还有马其马牵着电刺的画面 暗示电刺想当马其马的狗 接下来刀制恶魔 蛇制恶魔 枪制恶魔 依次登场 电刺靠在马其马的腿上 安然入睡 身上长出了很多植物 其中就有捕银草 捕银草能够释放甜蜜的气息 引诱昆虫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将其捕杀 捕银草是爱与美的象征 它用它的美丽 受力爱情 一旦陷入便无法自拔 电刺伸出双手 想要抓住马其马的内心 但终究是净化水月 而马其马的视线 并没有看向电刺的脸 而是看向电刺的心脏位置 电刺醒来的时候 头上的昆虫名为扁头泥风 它被称为自然界中的射魂怪 能够轻易控制蟑螂的思想 将其变成自己的傀儡 就算为其慷慨赴死 也不会拒绝 马其马为给电刺的生物 是被双盘吸虫寄生的蜗牛 感染的蜗牛 会反射出鲜亮的光线 吸引鸟类的注意 鸟类将其捕食之后 双盘吸虫又会在鸟的内脏中繁殖 从而开启新的生命历程 这三种生物 分别暗示了马其马对电刺的引诱 支配以及创造新的生命 也就是让电刺变回真正的电剧恶魔 紧接着电刺变身和恶魔战斗 与之一起的还有帕瓦和丘 电刺被恶魔的锁链击中 在墙上砸出了三个字母 分别是CSM 也就是电剧人的缩写 电刺从恶魔体内挣脱出来的画面 这件EVA中 初号机从夜天使体内破出的场景 电刺看着眼前巨大的球体 脑海中闪过之前打保龄球的经历 在电刺的示意下 帕瓦也明白了电刺的意图 一个巨大的球体 应该致敬的搏击俱乐部 在冲向恶魔的一瞬间 画面突然到电刺打碎鸡蛋的场景 暗示恶魔已经被消灭 帕瓦在爆炸声中潇洒离去 这里致敬藤本树的漫画 再见会离 电剧人第二部也有类似的场景 电刺和波奇塔相拥睡觉的画面 对应漫画第七话 两人的眼角都含有泪水 下一个画面 模仿了这张经典梗图 意思是读书的量级不同 眼中的世界也不同 电刺和帕瓦没读过书 想法纯粹 能够保持天真乐观 体会简单的快乐 扫穿球亲眼目读过家人死亡 脚下的书籍被积雪覆盖 身上也散落着些许积雪 暗示球一直被过去的精力束缚 所以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糟糕的一面 而马奇马掌握着海量资源和信息 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 以及黑暗背后的一丝曙光 而这丝曙光 正是马奇马所追求的平等世界 接下来登场的是未来恶魔 幽灵恶魔 以及刀之恶魔 电刺和帕瓦的舞蹈动作 应该出自敏奇妙妙屋 最后嫌丢人的秋 召唤狐狸把摄影师给干掉了 OP到此结束 看完这个OP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如有遗漏的彩蛋 或者说错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和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